多謝你使用東北醫療中心通過Zoom視頻應用程式提供的全新遠程醫療視頻回診服務 這個視頻將指引你安裝Zoom電腦桌面版應用程式 以便你可以和東北醫療中心的醫護人員順利進行首次視頻回診 請注意,由於這個視頻展示的是使用Google Chrome網絡瀏覽器進行安裝的步驟 所以看起來跟你平時使用的瀏覽器未必相同 請放心,Zoom視頻應用程式適用於所有網絡瀏覽器 第一步,你需要先找到當時確定預約後東北醫療中心發送給你的電子郵件 這封電子郵件裏面有可以幫助你準確連接你回診預約的遵遇信息 你打開這封電子郵件後,請找到這個綠色的開始回診按鈕 點擊這個按鈕,你將會被連接至東北醫療中心遠程醫療回診網站 你需要在這個網站上的表格輸入你的基本資料 所有大紅色星號的欄目都必追填寫 包括你的姓氏,出生日期,以及東北醫療中心會員或黃卡號碼 如果你通過電子郵件的綠色按鈕連接至這個遠程醫療回診網站 就不需要輸入Zoom回診號碼 你亦可以通過表格下方的按鈕將介面語言切換成英文或中文 如果你需要幫助,你亦可以使用藍色的按鈕 進入我們的幫助指南 準備好之後,請填堂表格的必填欄目 並點擊提交按鈕 提交表格後,你需要閱讀並同意我們的遠程醫療同意書 這份同意書是你對繼續進行遠程醫療視頻回診的授權 連列出來的權利,以及你可能需要注意的相關事項 請點擊遠程醫療同意書的連接 並仔細閱讀顯示出來的同意書內容 你閱讀完畢之後,請找到同意書 右下方的我同意所有條款細則選擇框 如果你同意,請勾選此選擇框 並點擊加入Zoom回診的藍色按鈕 如果這次是你第一次使用Zoom視頻應用程式 頁面將提示你把Zoom視頻應用程式下載至你的電腦 我們建議你將應用程式下載 以便啟動這個應用程式的更多功能 如果應用程式沒有自動開始下載 你可以點擊下載並運行Zoom的連接 請注意下載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下載完成後,請點擊左下方的連接來啟動這個應用程式 Zoom將開始安裝程序 安裝過程可能同樣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在下個頁面,你將需要輸入你的名字 以便我們在視頻回診期間職辦你的身份 填好你的名字之後,請點擊開始回診的按鈕 接下來,你應該會見到一個視頻預覽窗口 請點擊使用電腦視頻加入回診的藍色按鈕 以便回診期間你的醫生亦都可以見到你 在下一個窗口,請點擊使用電腦音頻加入回診 你在回診期間可以使用電腦的麥克風和音響進行通話 或者,你也可以點擊電話選項,選擇使用電話撥號並收聽音頻通話 你可以使用任何一個電話號碼,但請不要忘記按指印輸入你的回診號碼 我們將使用電腦的音頻繼續完成這個視頻接下來的步驟 進入Zoom回診之後,你可以使用左下方的麥克風的圖表按鈕 選擇靜音或消除靜音,旁邊的視頻、圖表按鈕 便可用來打開或關閉你電腦的攝像頭 現在,你已經進入遠程醫療視頻回診,請內心等候你的醫生 多謝你選擇東北醫療中心為你提供醫療保健服務 請多謝你等待一下 為什麼你就可以按鈕 我願意按鈕